那从上月的27号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森贝格说 应该允许乌克兰使用北约武器 打击俄罗斯的领土跨境打击 到现在看到 在上月底30号31号 美国和德国也是分别表态改变立场 包括这当中也提到一定的条件 那如何来看这个时候 这两个国家改变立场做法 的确呢 目前允许使用本国武器 打击俄罗斯定的目标的国家 已经十多个 特别是北约秘书长提出倡议之后 有更多的国家全部加入集中 目前看更多的国家 包括德国 美国 允许本国武器装备 打击俄罗斯定的目标 恐怕有几个考虑 首先是缓解乌军前线被动态势 目前在哈尔沟方向 俄罗斯的攻势很猛 无论是地面推进 包括火力打击行动 按照乌军的计算 一周大概是70多次 而且夺占了将近50个村庄 在前线竟然很顺利 这个状态下 如果对纵深的俄军 包括他的戴药裤 油裤 纵深兵力 如果没有一定的遏制效果 那么他的攻击节奏 将会一如既往 那么前线的乌军 将会更加被动 所以如果通过正面抗击 加上纵深的阻截行动 这样或许在前线 能够给乌军制造一些 很好的战机 所以前线的被动态势 要求武器装备打击纵深 目标点位要进一步增加 第二是给俄罗斯 造成更大损失 你想之前 无论是北欧国家的无人机 打击了沃罗涅日的 DM预警雷达 以及和其他 重要战略相关的 这些点位在逐渐增加 如果更多国家的 远程武器装备 能够对俄罗斯 纵深的点位 发动攻击行动 它可以把战术打击 转换成战略效果 比如打雷达 本来是一个战术行动 但是能够削弱 俄罗斯的战略预警能力 这样对于大国竞争 增强美国 包括其他国家 战略和打击能力突然性 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所以大家加大损失 也一个点 另外这里最重要的是 多国集体闯关 你如果法不责重 你像一个国家允许了 然后十多个国家允许了 俄罗斯到底怎么报复 这是大问题 报复一个国家简单 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态度 包括能力去报复 但如果美国 包括德国 十来个国家都允许 使用这些武器装备 去攻击俄罗斯的目标 俄罗斯用什么报复 这是大问题 所以法不责重 如果凭借俄罗斯的 周边威射能力 对一些规模较小的国家有用 但如果把纵十二线国家 全部纳入自己的威射范围 好像这个威射水平在下降 另外在短评当中也提到 美国方面是有条件的允许 看到31号国务院就说了 美国国务院说 美国允许乌克兰 使用美制武器 对于威胁哈尔科夫的俄军 进行目标打击跨境的 尤其是反炮击作战 而且保留了一部分 那种远程武器打击的限制 如何来看这种有限的开放 对于有限的开放 目前是围绕哈尔科夫 方向作战行动 要限制俄军的火力打击能力 因为整个的作战部署 它是把乌克兰进行的哈尔科夫 包括俄罗斯境内 贝尔哥罗德 两个方向都是俄军展开的部署 像多关火箭炮 远程打击武器装备 如果通过越境攻击 能够对俄军纵身 产生一层效应 所以目前指定的是 哈尔科夫这个点位 那下一步有可能 它把这个有条件进行放大 比如说攻击目标的数量 哪些目标能够打 哪些也不能打 如果从现在的贝尔哥罗德 延伸到布梁斯克 库尔斯克 包括火车机内目标 甚至像1000公里之外 发起打击行动 很有可能 这个约束行动会完全失效 另外就是武器装备 比如现在可以用多关火箭炮 那么下一步像陆军的战役导弹 以及小口径的炸弹 如果全部能够使用 那么打击的类型 也会能够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另外就是打击纵身 像现在限定是周边 如果今后真的像打雷达一样 1800公里左右 对目标发起打击 这样美国通过试探 就可以把自己打击 乌克兰境内的美式武器 装备的类型 不断地放宽 打击目标不断地延伸 下一步如果所有的反击行动 能够达到既定效果 而且俄方有没有强力的反击行动 这样美军包括其他国家 打击目标的限制 有可能会全部解除 所以那会有条件 就会变成无条件 另外看到俄方的表态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 梅德维杰夫就警告说 一方面是说了说 俄与西方的冲突的风险 可能会升级为全面战争 另外我看到他在表态的时候 也谈到了 一个是对于乌克兰 有可能会使用这种战术核武器 以及提到说 对敌对国家使用战略核武器 这样一个警告 但如何来看 如果说乌克兰真的使用 更多这种西方的军援 跨境打击俄罗斯之后 这样的时候 俄罗斯反制的手段会有哪些 我们从俄乌宗都爆发以来 看到梅德维杰夫 曾经50多次对西方 发出核警报 核威慑的这样一些言论 那么在这一定程度上 确实是起到了一种 扼止的作用 防止西方在原物问题上 走得过远 走得过快 那么事实上 现在西方采取的是一种 切香肠 温水煮 青蛙的方式 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 对俄罗斯进行战略的消耗 和战略的维度 那么援助刚开始 是从基本的单兵武器 到主战坦克 现在到战斗机 巡航导弹 现在又取消了 西方这些武器的使用范围 那么这对俄罗斯来说 意味着战区可能会 从乌东部 南部 直接跨大到整个俄罗斯南部 那么这对俄罗斯来说 确实很大 那俄罗斯会做什么反应 我觉得主要取决于 乌军如何使用这些装备 会造成哪些影响 如果真的 第一种情况可能是 就是对边境地区的 俄罗斯的一些纵身的 重要军事目标 进行打击的话 那可能俄罗斯会采取 相应的激烈报复行动 以军事的方式 来轰炸乌克兰境内的 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 战略目标 包括基础设施 那如果是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对俄罗斯的中心城市 或者是重要的这种 战略中心进行打击的话 那么可能就会引发 不可控的结果 就是所谓的核报复 那我们还是要讲到 西方的这些武器 从技术的指标上来看 它有可能达到 俄罗斯的中心城市 包括莫斯科 甚至是更多的一些 俄罗斯大的中心城市 那就会造成不可控的后果 所以梅特菲夫的警告 实际上也是在说 看情况而定 对俄罗斯而言 核报复是最后的选项 但绝不是现在说 对西方取消限制的一个 最初的一个 直接的一个结果 我想这个还是要 试战场的发展情况而定 那此前我们也观察到 其实在众多次直播的过程当中 发现在乌克兰境内 有北约的一种军事教官 但是最近的消息看到说 法方与乌克兰在谈判 说可能会派遣一支 法国的教官部队 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进行训练等等 那这样的一个公开表态 意味着什么 另外这是否也意味着 包括这个北约国家 更多的有可能会卷入到 这样一场冲突当中 其他国家在乌克兰当教官 一般是隐蔽身份 而且是三件几口 通过第三方媒体 能够爆出来 现在法国是公开宣布 自己的教官部队 将要进入到乌克兰 很显然这支部队 到底想干什么 显然目标并不明确 在俄罗斯认为 大概是两个方向 第一是间接卷入 如果通过把自己的 作战技能 包括像凯撒 以及斯卡虎机翼 这些武器装备的使用 向无防传授 这是一个方向 但是不排除 在作战指挥方面 也有一些 法国的战术原则 通过教官们 逐渐渗透 你下一步 如果学会了法国的规则 学对法国的战术原则 法国武器装备 就会有针对的 像乌克兰的援助 这个针对性的 将会进一步提高 比如现在 像轻武器重武器 如果在前线大量使用 那么法国 在乌克兰作战行动中 本国武器装备 通过教官的手 对于乌军的战术 会有影响 第二可能是直接卷入 如果这些教官 在前线进行 所谓的教练行动 一旦发生冲突 或者直接面对 军打不打 这个大问题 如果按照 下意识的战术动作 一定要自卫 这个状态下 很有可能 法国军官直接 会与俄军直接交战 所以总的感觉 间接直接 两种对抗 目前是一种交错状态 很难判断 这支部队 到底是老师还是战士 如果在作战行动中 一旦出现意外 或者作战情况 出现大的变化调整 与俄军直接交战的机会 是存在的 一旦有直接交战 那么会不会引发 两国之间的 大规模交战 这是大问题 另外法国交战以后 其他国家 会不会在地面 与俄罗斯交战 这也是个问号 所以下一步 还有一连串的动作 等待观察 另外观察到 双方这种 互相打击的过程当中 就在上个月的 最后一天 31号的时候 乌克兰是打击到了 俄罗斯的一个 高加索港 加一个石油的码头 乌军就表示说 目的就是要 打击俄罗斯 对于克里米亚半岛 一种后勤补给的能力 那就应该说 时隔几个小时之后 就在1号的时候 俄罗斯是对于 包括乌克兰的 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等地区的 能源设施也展开打击 那从现阶段来看 双方这种 打击的目标针对点 与以往来看 有什么的变化 我们从2024年以来 可以看到 乌俄两国的 这样一种对战 它不仅仅是 针对于基础 军事目标 对基础设施 能源设施 电力设施的这些打击 日趋平凡化 常态化 那么特别是 我们看到 2月3月 乌克兰对俄罗斯 炼油设施的 大规模的这种无人机攻击 导致俄罗斯国内的 成品供应 出现了紧张 价格上的一些波动 所以俄罗斯 其实现在对乌克兰的 能源设施的这种打击 是环以颜色 通过基础设施的护工 给对方的经济 后勤保障造成困难 其二呢 我们就还是要讲到 现在的俄乌冲突 进入了第三年 双方现在是拼的是耐力 拼的是一种综合实力 那么在西方 对乌援助逐渐扩大 而且质量不算提升的前提下 俄罗斯实际上也是在 要注重打前面 正面战场上 要跟乌军进行保持强攻 在敌后战场上 我们看到俄乌双方 都是护工的状态 通过这样一系列的 对基础设施 能源设施港口的攻击 试图要破坏对方的后勤 因为战争是打的 你的后勤保障体系 打的你的人力体系 打你的装备性能等等 可以见到现在双方的攻击 已经对日趋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过去仅局限于 对军事目标 占领不一样的攻击 而现在基础设施 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互攻的 一个重要的目标之一 对双方的老百姓 两国社会来说 造成的影响 也是越来越大的 刚才你也提到了 这样一个对于双方来说 持久力耐力很重要 那就背后的军援 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 看到北欧五国近期召开 分会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来看相关内容 5月31号 瑞典 芬兰 丹麦 挪威和冰岛领导人 在斯德哥尔摩出席 北欧乌克兰峰会时表示 北欧五国将继续 对乌克兰提供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也参加了峰会 峰会通过一份联合宣言 强调北欧国家将继续向乌 提供民事和军事支持 峰会期间 瑞典 挪威和冰岛分别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合作协议 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财政支持 协议内容还包括将为乌克兰未来加入欧盟和北约提供支持 丹麦和芬兰分别于今年2月和4月与乌克兰签署安全合作协议 至此北欧五国都与乌克兰签署了此类协议 此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 呼吁西方国家加快援助乌克兰的速度 甚至更直接地参与到战争中来 另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称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5月31号进行了电话沟通 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内 完成关于长期安全协议的双边谈判 那么从不同维度来看这个问题 从军事层面的话 北约方面在上月底 也就是5月31号 刚刚结束这样坚定的 决定捍卫者2024军演 而且是史上规模最大 从外交层面来看的话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是刚刚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两人通过电话 那这样的角度来看结合小片 我们看到其实北约 包括欧洲国家 对于乌克兰的支持 是越来越紧密 越来越全面的 那与这个相对应的 就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 是不是也会越来越深 的确随着援助的不断增加 以对俄罗斯竞争比较打击力度的 不断提高 目前欧洲和俄罗斯的矛盾 正在快速地发展和变化 按照目前这种作战准备 特别是您提到的 欧洲捍卫者2024 很有针对性 所以大致判断 双方目前一触即发的可能性 不能排除 但是离大规模交战 还有一定的影响 现在一般认为 在不同第一阶段中 像低中高 处于终极这个状态 你首先2024演习 针对性很强 目标就是 对俄罗斯境的目标进行打击 而且多国联合 一线二线相互组合 弹性很大 一旦出现了群乌态势 它对于俄罗斯边境的威胁 包括纵身的核威尘能力 将会大不提高 所以从方案 以及准备来看 用实际地图 用实际武器装备 用实际行动路线 这跟战备方案大致相同 第二 按照目前 双方剑马弩张这个态度 不排除 由物击物赦引发的 小规模冲突 一旦有这种小冲突 很有可能会演化成 不等的交战行为 总的感觉 美国目前特别希望 看到一场 不是北约和俄罗斯 欧洲和俄罗斯 因为北约有一个第五条 如果打群架 如果欧洲这些国家 与俄罗斯发生冲突 美国可以培养 第二第三第四五个代理人 这样通过欧洲的放大 可以让更多国家 与俄罗斯在地面空中 与俄罗斯进行交战 这样代理人战争的效益 将会倍增 另外我们观察到 这样一个 北欧和乌克兰的峰会 已经是第三届了 但是这次 北欧五国的表态 包括军事政治的援助 尤其关注的一个点 看到瑞典 将要提供总价值是 6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而且项目名目众多 那和以往相比的话 这一次这五国的表态 与以往有什么区别 首先应该看到 俄乌冲突爆发之后 使得北欧北约化 北约的北阔导致 整个欧洲地区 那么特别是波罗的海地区 在北欧地区 对这个俄乌冲突的 这种三亿度明显上升 那么我知道 瑞典 丰兰 过去是中立国 那么现在他们在 加入北约以后 在原物问题上特别积极 第二个我们看到 就是北欧国家 与乌克兰的安全防务合作 日趋机制化 长期化 我们看到现在 北欧五国都与乌克兰 签署了安全保障的条 双边的条约 那么实际上就是 承识在承诺在未来的十年 向乌克兰提供 军事和民事的 这样一些支持 我们看到第三点 就是北欧国家有钱 确实北欧在欧洲的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 他们的财政预算能力 也相对要强一点 所以我们看到 仅仅在北欧乌克兰的 这种通过双边的 这个安保协定 它已经获得了 大约是在140亿欧元的 这个军事援助和民事援助 那么这些钱呢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是双边的 要比多边的军事援助体系 更加高效 对乌克兰的战事来说 确实是一种强心计 那么由于欧洲国家 对乌克兰的这样一种 长期的机制 实际上也意味着 未来呢 俄乌克兰可能会 从北欧国家 获得更多进攻性的武器 对俄乌冲突 造成巨大的 这种实际上的 安全上的风险 还是要讲到 武器与先进 导致的战争失控的风险 越来越大 另外我们看到 最近这段时间呢 泽连斯基也展开了 密集的出访 那28号呢 在访问比利时的时候呢 和比利时签订了 双方为期十年的 合作协议 并且谈及了 F-16战机 原物的相关情况 来看短片 据基辅独立报 援引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 消息报道 当地时间 5月28号 乌克兰总统 泽连斯基 到访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他和比利时首相 德克罗签署了一项 为期十年的 双边安全协议 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 比利时将在2024年 向乌克兰提供 至少9.77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此外 比利时还将在2028年之前 向乌方提供 30架F-16战斗机 比利时外交大臣 拉比卜此前透露 比方的首批F-16战机 将在2024年年底前 完成交付 此前 纽约时报的消息称 乌克兰可能最早 于7月正式部署 F-16战机 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 1号凌晨 位于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 斯特雷市的一个军用机场 和其他设施遭到打击 报道称 乌军计划在这里 接收北约国家提供的F-16战机 远工兵营的仓库也遭到打击 据知情人士透露 仓库遭到打击后 发生了非常猛烈的爆炸 此外 位于机场附近的乌克兰防空部队 也遭到了打击 那结合刚才的短片梳理一下 首先从外媒看到的说 这样的话最早7月份 在乌克兰战场就可能会得到 这个F-16战机美制战机了 另外丹麦也表态说 允许使用丹麦援助乌克兰的F-16战机 跨境打击俄罗斯领土 如何来看未来F-16战机 在这样一个战场上的影响力 下一部F-16战机进入俄乌战场 将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的新闻 目前看呢 离进入战场时间是越来越近 首先是乌克兰在哈尔克福空军学院 公开展示了两架 图有乌克兰空军机会的F-16 说明战机已经到达了乌克兰 什么用 现在还在计划之中 如果能够展示了一个架 大概这个架数不光是两架 如果冰山一角 下一部如果在其他的 这些隐蔽的机场 包括堡垒中有F-16战斗机 那么俄罗斯困难部队能否发现 能否捕捉是大问题 也标志着目前F-16已经进入到了乌克兰 什么用 现在是大问题 第二呢 目前北约国家正在积极向乌克兰 提供萨博340预警机 这款预警机呢 从外形上看平衡目 而且它的雷达系统 指挥系统很先进 据外面分析 它比俄罗斯的R50预警机 还要先进一些 对地面海面空中目标的拦截行动 要更加的强势 另外呢 很多国家都提供了 像格斗弹 响尾蛇 以及AM120中矩弹 所以现在F-16参战的所有条件基本具备 就等飞行员 如果能够批量地进入作战序列 它的功能会得到充分发挥 下一步如果真的有F-16参战 第一肯定显然是 与俄罗斯空天部对抗嘛 比如说空中的格斗啊 包括打击行动 第二有可能是打击俄罗斯军的目标 既然代表说允许能够打击 那它认为我给你乌克兰空军资产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所以如果乌克兰用这个东西 去打俄罗斯军的目标 跟这个其他国家没有半点关联 所以下一步F-16不仅要在乌克兰上空作战 越进攻击 打击俄罗斯军的目标 特别值得关注 另外看到就在1号的凌晨 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 这样一个远离俄罗斯领土的一个地区 一个军用机场 及相关设施遭到俄方的打击了 那有关的消息报道说 这个机场很有可能就是乌克兰计划 接收西方援助F-16战机的一个机场 那如何来看这样一件事情 另外对于F-16进入战场的话 俄罗斯还有哪些反制的措施 首先可以看到从今年开始 就不断有消息说 乌克兰可能即将接收到 西方援助的F-16战斗机 那么对于对此 俄罗斯也在做军事上的很多准备 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炸机场 炸乌克兰的飞机存储的堡垒和地下掩体 那么这都包括了在对乌克兰西部 利沃夫等这些机场的这种攻击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乌克兰在训练基地 包括外军基地都成为俄军打击的目标 很显然俄罗斯要在乌军的F-16战斗机到待之前 要尽可能地让它降落下来 或者是升起来 就是它的后勤保障事件 进行这种干扰 使得它不能发挥预期的效果 毕竟看到F-16战斗机 对于战长态势 特别是制空权的这种影响是太大的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所有科兰博士做详细的点评分析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节目 观众朋友们再会